端午佳節將至 為關懷縣內弱勢家庭與獨居老人 由南投縣家庭照顧者關懷協會 主辦的重心傳愛活動 由社區志工居家服務員 新住民共同參與 連續六天將送出一萬五千個種子 端午節要交了 端午節是不是會人去關懷 會把肉粽和弱勢團體來吃 所以我們老闆娘就提議 由我們的家庭照顧關懷協會 今天在我們精工裡 這個苗邊的白肉粽 我們這裡的後衣桑和後衣桑 還有一些新住民都來幫忙 這個肉粽百多 政府透過家庭關懷協會成員 送給肉粽團體和獨居老人 社區的志工媽媽及阿嬤們 感謝議員羅美玲發起此活動 共同發揮善心意舉 可以發揮自己的微薄力量 一起幫助弱勢 老衣桑都不怕吃 都說料要放得更多 這張白白就要送一些老人 高級老人 跟一些比較善吃 比較沒有效的人 比較沒有經濟比較壞的人 還有高級老人 還有一些比較高級老人 比較便宜 比較便宜 善吃 因為都拿出來 都蒸蒸的 接著接著 蒸一份 然後就蒸蒸都拿出來 就出發了 議員羅美玲表示 志工媽媽們連續好幾天 一大早就清洗粽葉 備料包粽子 也帶領新住民全程參與學習 讓新住民可以體驗 認識台灣傳統習俗 也能一起展現愛心 那一大早呢 我們的志工媽媽 六點就到我們這現場來 開始準備這個備料 志工們呢 就帶領著我們的新住民姐妹呢 從最開始的這個洗粽葉 然後還有備料等等 一直到這個包粽子 都讓他們來做這個學習 那我們也希望說 來自各國的這個新住民姐妹呢 都能夠呢 一起來歡慶端午節 那我們新住民姐妹也說了 那端午節快到了 他們希望說經過 經由今天的這個學習包粽子 那這一次呢 能夠發揮他們的這個所長呢 回去呢 也包了這個台灣味的粽子呢 給他們的家人吃 今年參與包粽子的志工 約有250人次 150位居服員協助將粽子 勤送道府 縣長及議員都十分感謝志工們的 五十付出 也期盼可以讓弱勢朋友們 感受佳節氣氛與社會溫暖 民意行為林佳慧 南投採訪報導 有什麼 一起來 祝福 一起來 找到我們 我們